其實針頭一判到血管 可能就會把血管戳破了 那戳破之後呢 如果我們在同時去做注射填充的時候 不管是脂肪 不管是破尿酸 那它就有可能會 跑到這個破掉的血管裡面 造成失明的問題 大家好 我是整形外科陳陳謙醫師 今天呢 我要來跟大家談一談眼窩凹陷這個議題 眼窩凹陷啊 其實確實是一個老化很常見的現象 因為啊 我們眼睛周圍的一些軟組織 譬如說像膠原蛋白啊 像眼窩的脂肪啊 隨著年紀都會慢慢的流失 而且呢 我們眼周的骨架 骨質也會隨著年紀慢慢的流失 所以呢 確實 老化就是一個 眼窩凹陷很主要的一個原因 那有些人啊 他先天 眼睛周圍的皮膚就比較薄 脂肪也會比較少一點 那隨著年紀的增長 他會比眼睛比較飽滿的人 更快出現這個眼窩凹陷的情形 那另外一個很常見的原因就是 在年輕的時候啊 因為泡泡眼 我們可能去尋求雙眼皮手術 那在做雙眼皮手術的時候 會適度移除掉一些眼窩的脂肪 那這樣子的狀況 過了十年二十年 隨著時間老化 眼窩好險 就會慢慢的出現 這個問題啊 是我們在門診 非常常被問的問題 那事實上啊 最主要的原因就在於 陸廓 西方人的 眼周輪廓比較立體 他們的眉骨比較立體 鼻骨也比較立體 所以在這些立體的 五官加持之下 輕微的眼窩凹陷 看起來會有深邃的感覺 但相反的 我們東方人 我們的眉骨跟鼻骨 沒有這樣的立體的魯魄 所以當我們眼窩有凹陷的時候呢 反而會顯得有點疲憊老派 那剛剛我要解釋了一下 眼窩凹陷的主要成因 其實就是 流失嘛 所以呢 在治療的選擇上面 自然也就是以天賦為主 那我們填補的療程上面 主要分兩個大方向 那跟材料有關 那第一類呢 就是最常用的 所謂的玻尿酸 那玻尿酸的治療呢 有一個好處就是 它治療的時間非常快 到十分鐘左右就可以打完了 它的恢復期也很低 甚至可能只有一些局部的瘀青 那大概一個禮拜內都會消退 而且呢 它的好處就是說 如果量不夠的時候 我們可以試狀況呢 再慢慢的堆跌上去 做多次的填補 那維持的時間呢 主要看每個人 對玻尿酸吸收的狀況 來做反應 平均來講大概可以 只有一到兩年的時間 那第二大類的治療方向呢 就是所謂的 自體脂肪 那我們 從身體 從肚皮啊 或者從大腿的地方 抽取一些脂肪 去做 純化跟 奶米化之後呢 我們搭配食用脂肪 這樣來做注射 那它的恢復期呢 當然 比玻尿酸稍微再長一點點 那大概會有一週的腫脹期 那到三個月左右呢 才會是一個比較穩定的結果 再來的話呢 就是說脂肪呢 會有一個另外一個議題就是 會有純化率的問題 所以一般來講 如果說我們到三個月的時候呢 覺得量還稍微不夠 我們可以考慮做第二次的補質 但是它有一個非常好的優點 就是說 一旦這些脂肪出貨下來之後呢 它就是一個半永久的效果 所以它會隨著我們的年紀 才會慢慢慢慢的流失 所以它可以達到一個 非常持久的效果 那至於玻尿酸 跟自體脂肪呢 到底哪一個好 其實它們各有前求啦 那最主要的原因我想 就是在於這個是一個外來的物質 這一個是一個本身的材料 那它們呢有一些優缺點 譬如說像玻尿酸 如果注射的量太多的時候 就容易會有水腫的感覺 而且會有一個所謂的 停的耳效應 那停的耳效應呢 就是當光線照過去的時候 你眼睛會看起來 有一點藍藍暗暗的感覺 然後再加上水腫 所以其實反而會有泡泡的感覺 所以如果說呢 眼光耗線非常輕微的人 我覺得還蠻適合使用玻尿酸的 但是相反的 如果眼光耗線比較嚴重 需要做比較大量的填補的時候 那肢體脂肪會是一個比較好的選擇 那我們在做眼光耗線的治療的時候 因為眼睛這個區域是非常之細緻的 而且有非常多的生鏡血管 所以安全我們要放在第一位 那我們在選擇注射的工具的時候呢 我們會原先選擇鈍針 那再來呢在注射的過程之中 我們會參考 每個人的天生的解剖位置 去做注射 譬如說像這個照片中 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區域就是所謂的眼窩脂肪的層次 那大部分流失最多的也是這個層次 那我們在注射的時候 就是要打得夠深 填補到這個層次去 那此外呢 在眼光隔膜的這個層次 還有所謂的肌肉後方的脂肪層的這個層次 我們都會均勻的去做注射 在眼周這個區域的治療啊 為什麼我們會優先選擇鈍針呢 原因是為了安全性 為什麼鈍針比較安全 我們可以去想像 如果說一個針頭的前端 是像這個手指頭這樣圓圓的 那當它進入我們皮膚的時候呢 它因為比較鈍 所以碰到血管的時候 血管會散開 它會滑到旁邊去 所以它就比較不會戳破血管 但如果是我們一般傳探到肩針的時候啊 其實針頭一傳到血管 可能就會把血管戳破了 那戳破之後呢 如果我們在同時去做注射填充的時候 不管是脂肪啊 不管是破尿酸 那它就有可能會 跑到這個破掉的血管裡面 然後往旁邊去串流 那如果去酸塞到血管 就有可能會造成失敏的問題 所以我們會選擇吞針或比較安全 除了我們的膠原流失脂肪流失 我們利用這些填補的方式做改善以外呢 眼周的老化 同時還要和平呢 皮膚的單性變差 還有一些細紋的產生 所以我們可以利用眼周電波 來強化我們皮膚的彈性 然後另外呢 也可以搭配使用一些 PRPR PLT呢 這一類的生長因子 來去做注射 來扶平這些細紋 那今天經過前面的一些解說 大家對眼畫的心 過來比較有一個基本的了解 它最主要就是眼周的一個老化 所形成的一個現象 所以呢 我們要讓眼睛呢 能夠有足夠的休息 然後降低這些疲勞用癮的狀況 減少使用3C的產品 然後盡量不要熬夜 然後不要有些壞習慣 像有些人喜歡一直去從眼睛 有時候就是 其實眼睛會痠 會適合 會夾去走不眼睛 就是眼睛太疲勞了 所以這種時候呢 應該好得讓眼睛好好的休息 那這一切都做好之後呢 會延緩這個老化 那也會延緩眼畫凹陷的產生 那如果說眼畫凹陷 已經造成你一個很明顯的困擾 看起來疲憊老態呢 那非常歡迎你 可以來找我談一談 或者是到球經的診所 找一些專業的醫師做諮詢 然後尋求資料 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按喜歡開啟 欸 欸 按錯了 OK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按喜歡 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喔 那我們下次見